授主中心衝衝衝 卻還是南黨武則天作天 距離總統府的那最後一領路 選舉林拜紀錄破功 朱立倫無力挽回政黨輪替的頹市 畢竟過去將近八年 藍軍執政幾乎是民怨保證 過去八年來執政的績效不佳 尤其在經濟表現上 那麼讓很多的民眾 都有一個所謂的換黨做做看 所謂的政黨再度輪替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 經濟垂退 景氣低迷 找不到工作 賺不了銀子 買不到房子 更遑亂 娶妻生子 已經輸掉中產階級選票 加上馬總統帶著鋼盔拼桿格 尤其軍公教退休慰問金一砍 鐵票沒了飯票 不生鏽才怪 過去軍公教的選票 似乎也是藍雲的基本的票倉 但現在軍公教 因為兩次的政權輪替 那麼很多的軍公教的票 加上一些退休軍公教人員的 福利的一些減少等等 也讓軍公教的選票 事實上有一些流失 重要就是客家票的鬆多 那麼蔡英文本身是客家人 然後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也非常積極地搶客家票這一塊 丟了明星的執政包袱 壓得朱立倫氣喘吁吁 或許早就料到 藍天舊塊變綠地 當選戰初期 蔡英文執伏四年趁勢而起 國民黨卻連一夫當官都缺席 朱立倫的扭捏仇雏 也讓自己背上 確戰罵名 把市政工作做好 做滿 要不要 做好 做滿 做好 做滿 做好 做滿 今天再講一次 把市長的工作做好 做滿 最重要 我不會參選2016 這樣可以嗎 2014年九合一 國民黨慘敗 朱立倫爭著當黨主席 除了藍軍選民寄託希望的公主 碰上綠營小英 卻這也不敢 那也不行 也罷 還好有個珠珠姐跳出來 戀燃百年老店一線生機 沒想到一盤好奇 朱立倫卻自己鑽進 死教練 房子如果出糧 換柱 出得不大了 對嗎 我為黨主席 我責務旁貸 如果有需要 我必須要承擔一切的責任 換柱是一個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它使一般的選民都不曉得說 到底你的合法性如何 朱立倫憑什麼他要去換柱 這也會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也就是說當初你為什麼不出來呢 一個已即將支持者 失望過一次的朱立倫 又成了被挺住聲音 罵到底的朱主席 換柱風暴 嚴重衝擊黨內團結 這時候的國民黨政權保衛戰 只差一根稻草 就會徹底潰敗 換柱這個時間點已經太晚了 對一個總統大選 它是一個大軍團作戰的話 準備的時間不及 朱立倫鬥水 六個月的抱佛腳 始終難敵學了八年 失敗教訓的民進黨 朱立倫的總統路 內憂難解 外患夾攻 偏要精算過頭 錯過參選黃金時機 更嘆當初缺了 背水一戰的勇氣和魄力